先借给我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上课的内容 其实原本本一直到现在第几周 其实这边都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到第六次了 所以今天是第七次 那每一次上课的话呢 一样都会放在这边 所以你只要点击 就可以看到 那当然呢我也可以从这边里面去看到一些数据 比如说你们观看的次数 或每一个影片本身也有观看的次数 大家也比较知道说各位 对于哪部分可能会比较不熟 不过发现好像大家对VBA会比较 好像陌生会看的次数比较少 可是会重复看的次数比较多 那当然也是一个让我可以 所以其实像这也是一个大数据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是继续来看云端的部分 那云端白板的网址 我想请各位还是要记起来 之前也跟各位讲过 那里面的话呢 也许我们从文字函数 一直到那个寻找与参照函数 那里面的比较重要的这些相关的东西 其实在云端上都有记录 所以你如果忘记的话 回头要复习 那可以把它打开来 比如说办形 什么如何转办形 如何做留下中文 这前面都有讲过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 假设说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没关系 你回头看一下 这里面都有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就是有关寻找与参照 这相关的函数应用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答案我也一样 把它放在这边 所以上个礼拜的那个人事 这个分担的部分 当然你可以回头 假设有些部分 已经遗忘的话 那你可以再复习一下 主要就是利用几个 比较重要的函数 像Column跟Raw 这个非常重要 检视与参照里面 如果你不懂得Column跟Raw 这相关联系的话 那你可能会非常辛苦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抓 你原始资料的什么位置 如果你要抓位置的话 那你一定要 就是 一定要了解那个Column跟Raw 这相关的那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了 像这个底下 上个礼拜应该就讲 讲这个吧 就是在一个总表里面 这个是一个总表 这个总表里面 我要把它 它是单栏 转成多栏 可是转过来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这个 这个是B2 第二列的位置 要放在这边 然后呢 下面这个B3的位置 等于是这一栏的东西 要放在这边 变成说有四 就是说它纵向的单栏 要变成四栏 然后怎么样把它放过去 另外的话前面会多一些东西 你要把它删掉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是利用几个函数 应该还有印象吗 Index 加上Current 加上Raw 然后呢 最后要把前面东西取代掉 就用Repress 应该有印象吧 所以这东西要熟啦 熟了之后你工作马上就做出来 但是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可能就是把我这个拿来参考 以后的话遇到类似的状况 你就可以去做解决嘛 所以呢 这边类似的那个范例 其实之前也刚好有同学问到类似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多一个练习的话 你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呢 找到一个其他补充范例 其他补充范例里面有个入门 刚好之前有个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就是在其他补充范例的入门 入门里面有一个叫切割 切割名字的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里面的话大概问题 跟我们上个礼拜的几乎很像 差别是说它没有前面的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栏位的名称 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 想法上面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有同学问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 它里面的问题是在这边切割名字 那完成的示意图是这样 也就是说它原来是单栏 那里面的话总共有27个人的名字 放在同一栏 那它希望怎么样 美五栏 有没有 高音美放这边 陈二水放这边 一直到五栏 然后一直往下 反正大概就是放在这个位置吧 也许我就把它放在这边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快速的把这些资料通通放过来的话 该怎么做 做法上其实跟上面的差不多 其实主要是利用什么 Current跟Row 先把位置先切出来 然后再来什么 再利用Index 你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了 那里面当然延伸性很多啦 也许你不一定用那个Index 你可以用Indirect 我讲过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就是切出来之后 有没有办法用VBA 按个按钮 全部过来了 那这个当然有蛮多可以去思索的 那后来做完之后 同学又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五栏的资料 再回来变一栏 当然可以啦 不过要怎么做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可以把单栏转成多栏 那有没有办法再把多栏转为一栏 也可以啦 不过这个工作上 难免就是会需要什么 又先分再合 分分合合 OK 那如果说呢 你可以快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那恭喜你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些结束掉 可是不行的话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知道以前你们怎么做啦 如果你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 顶多就是Ctrl C Ctrl V 那你要这样子慢慢搬嘛 当然有比较聪明的同学可能是这样 五个 然后Ctrl C 然后做什么 贴上的时候呢 是不是有个选择性贴上 用什么 转字嘛 转过来 对不对 按确定 有没有 转字了 有聪明一点的 对不对 一次还五个 但是问题 贴 刚刚是一个一个贴啦 可是转字是一次贴五个 可是问题你还是要再五个 再五个 而且你还要算准的 你还不能分心 突然旁边同事问一下 拍你一下 回头 刚刚到哪里了 你要重新再找 对不对 但不是好方法啦 因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可以一次就做对 其实那个 转字这个 在Essal里面有个函数叫Transport Transport就是转字 它也可以用Transport Transport这边有一个 在那个 简直与参照 里面有个T开头的 叫Transport 这个东西 Transport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转字 就比如说你是垂直 变成水平的 水平就变成垂直的 转字 不过它不好用 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要Transport 像刚刚这个东西 你必须还要变正列 因为它一次要五个 你要变成正列 它五做五次 所以它这个 有点不太好用 这个地方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 自己再试试看 这边有个范例 那另外答案的话 我在这边有一个参考 这个参考的话 其实写的还蛮像 因为 这好像之前有提过 就是 纠字成法表 有没有 Colin跟Row 这个还蛮经典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快速做出来的话 就是了解Colin跟Row 还有万年力 万年力部分 其他的话类似 后来这边有VBA 然后呢 又有多蓝转单蓝 这边刚刚提的 不过你会发现 多蓝转单蓝的 复杂度又更高了 有没有 这边会用到两个函数 叫INT跟MOD OK 这个当然就喊用的 不过呢 非常好用 你可以快速的 把你要的结果 多蓝又转为单蓝 OK 另外就是 INDIRECT会多用了 一个叫CHAR的函数 那CHAR的函数 主要就是什么 因为呢 我们的位置是ABCD 那如果说你将来 要把它组合出 ABCD的话 你变成 你要用CHAR去取的 这个我想 难度会比较高 有兴趣同学呢 可以看看 还有就是说VBA 我也有把那个完整的程式码放在这边 你等于你按下去 它自动会帮你做完这些所有的事情 OK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延续 继续再来看那个 寻找与参照 请各位等一下 帮我把那个 就是班级查询这边的这个范例 上个礼拜是这个 班级查询 成这个这个范例 先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那基本上 这个题目里面呢 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先大概来了解一下 然后呢 要怎么做 那做的流程 基本上 也是跟那个 之前的范例类似 把它开起来 那这个可能会比较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栏位 就是除了说呢 单一个工作表之外 这边会牵涉到多工作表的问题 比如说呢 我今天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下拉清单 按下一班 就把一班的部分呢 通通抓过来 二班的话呢 就把二班的抓过来 不过这个现在是不会动啊 不过这边的话 会有个下拉清单 那要怎么去 当我这个下拉清单变动的时候 自动帮我把 它只要是哪一个 假设一班好了 把一班的部分呢 通通帮我筛选完之后 放到底下的这个表格里面 这个其实有点比较是属于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当你触发的点 那你找的时候是根据什么 根据上面的这个下拉清单 OK 那怎么做会是最简单的 请各位试试看 当然这个地方还可以分成 用基本的 用那个resale里面函数 如果不用函数呢 用VBA可不可以做出来 当然都可以 这边我会都会解释 怎么做会比较简单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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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